今天我們來看《薩母義記》下十六章 十六章分段可以在一章一到四節是一段 接著就是第五節去到第十四節是一段 最後就是十五節一到二十三 三段的聖經構成今天這一章 今天這一章就是接觸昨天 我覺得我們這樣看《薩母義記》下 特別是這幾章連在一起看的時候 好像是連續劇一集一集的劇情在推進 大衛很無奈地出走 因為《鴨沙龍》起來半邊 所以他要棄城而走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大衛一個內外煎熬的一個時間 因為大衛一生其實他面對過無數的敵人 強大的也有 甚至是蘇羅 滿有權並能力也有 但這次他所面對的 我想是大衛一生裡最艱難最艱難的一次 因為這個起來半邊的人 除了有手段 除了現在得勢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兒子 你想想 你自己的兒子向著你搏嘴 你都已經頂得很辛苦了 對吧? 何況他現在不是搏嘴 他不單是動手這麼簡單 他根本就是要拿你命 這樣的情況之下 而且這個兒子也是大衛眾多子女當中 其實他最疼愛的那個 這樣就出事了 你最疼愛的那個搏嘴 已經很心傷了 搏嘴還要動手 動手還要拿你命 你想想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衛心裡那份的煎熬是多麼厲害 其實說真的 反過來想 大衛是不是真的要棄成的呢? 其實他不一定要棄成的 因為大衛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還有就是他所住的地方 就是大衛城是二手難攻的 當年大衛要拿這個地方 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 後來不是因為排隱水道 都沒有辦法攻陷這一座城 所以這座城不是你說拿就可以拿的 但是大衛為什麼要棄成出走呢? 一方面當然是他知道鴨沙龍的手段 兩軍相爭的話 必定是有所死傷 他不想 所以就出走 另外一個也是他不想在戰場上父子相見 你說大衛沒有能力平亂嗎? 有的 但是這個一平亂的話 意味著你要親手了結自己最疼愛的兒子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讓大衛處於一個極艱難極艱難的事 我想大衛做夢都沒有想過 竟然是一個這樣的圖畫 因為當初神說 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的時候 他只是 我想他心裏面只是覺得 有時間打了 打仗 如果是其他人來攻擊 我想他都會容易一些 但是 偏偏這個 這個鴨沙龍 就真的被大衛非常頭痛 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我們今天來看這一章的聖經 為甚麼要講這個背景 我們要回到大衛的心裏面 因為第一個大段落 這個米飛波士的 勃人 這個洗巴和大衛之間的互動 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時候大衛有點亂了大龍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一下他的心 究竟是想些甚麼 當時他的心情是怎樣的 為甚麼他做的決定 各樣東西的時候 會是 不像是 那個 我們所認識的 那個 心裏面 很精明的那個大衛 所以其實 這個時候 大衛是方全大亂的 這個時候 甚至可以說 是大衛人生裏面 最低谷的時候 他所面對的事情 比他以往所有的 更加影響他的心 其實他面對生命的危險 他已經集以為常 但是 面對這種內心的煎熬 我想是第一次 我們來看看 大衛究竟是怎樣 我們先看一到四節 他說 大衛江過山頂 見米飛波刺的僕人 洗巴拉著 避好了的兩匹爐 爐上桌著二百物餅 麵餅 一百葡萄餅 一百個夏天的果餅 一皮袋走來迎接他 黃問洗巴說 你帶這些來是什麽意思呢 洗巴說 路是給黃的家眷騎的 面餅和夏天的果餅 是給少年人吃的 酒是給在抗野疲乏之人學的 黃問說 你主人的兒子在哪裏呢 洗巴回答說 他仍在耶路撒冷 因他說 以色列人今日必將我父的角歸還我 黃對洗巴說 凡屬米飛波子的都歸你了 洗巴說 我扣拜我主我黃 願我在你眼前蒙恩 大衛剛過山頂 這個山頂所指的 其實就是這個橄欖山 因爲他由這個大衛城出來 過這個及輪溪 然後就順著上山 上到這個橄欖山 剛剛過了山頂沒有多遠 可能都仍在山頂的範圍裏面 今天我們都很喜歡去橄欖山山頂的 這個位置 因爲回頭一看 就看著整個的耶路撒冷 所以他剛剛上到橄欖山頂的時候 就見到米飛波子的暴人洗巴 米飛波子其實就是 蘇羅加約拿丹正低的唯一一個兒子 是斷了雙腳的 所以他是壞腿的 當年大衛就顧念這個約拿丹 和他之間的盟約 所以就把蘇羅加的家產給了米飛波子 然後就叫這個洗巴幫他打理 因爲米飛波子行動不便 所以這個洗巴可以說是米飛波子的管家 所以這個人就避好了兩匹的爐 爐上面就有麵餅、葡萄餅、夏天的果餅 還有一匹袋的酒來迎接大衛 這個舉動是大衛恥了不及的 大衛沒有預計過這個人竟然會這樣做 不過這裏又有一樣東西又很有趣 究竟他預備的東西多不多呢 其實他預備的東西不是很多的 當年大衛想去找拿白算帳的時候 記得拿白的妻阿比該出來迎接大衛 他想擺上的比這裏多很多 所以其實這裏的洗巴所預備的不是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當然亦都可以兩看 一方面就是他在這裏短時間收到一封 說這個大衛要棄成而走 就準備了這些東西其實是很有心的 這個做法呢 所以亦都讓大衛真的感動的 因爲在這個時候個個都踩多腳 但是這個人竟然雪中送炭 所以這個行動就讓這個大衛 而且是驚喜來的 因爲大衛根本沒有想過這個人 這個人跟大衛是隔很遠的 在這個時候他竟然是雪中送炭 不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洗巴又真是挺聰明 因爲他所擺上的其實不是很多 所謂是什麽呢 如果真是可以贏得大衛的心 可以說是本小利大 就算大衛沒有什麽特別的感激都好 那些這樣的東西損失了就損失了 也都不算是什麽 而且那些東西其實都是素羅家 是米飛波切的 那麽所以呢 它是喊他人之概 所以這個洗巴呢 亦都無可否認 他真是一個熟世界的一個聰明人 但是這個時候的大衛呢 受喔 他很感動喔 所以呢 不過大衛都問了他一個問題 就是你預備這些東西是做什麽的 當然他就有一番 很冠冕堂皇的說話 告訴你 那些餅是給你吃的 那兩隻爐仔是給你加一拳騎的 其實你數數數字都知道 如果真是 那麽只有兩隻啊 大哥 大衛 就是我們讀聖經到現在 他的大衛的老婆都不知兩個 那是誰騎啊 就是 是吧 子女又更多 就是那兩隻都不知 都不知怎麽樣 但是不緊 就是問題就是 就是那個感覺 是那個感覺 讓大衛心動的 其實 所做的事 不是說真的很大 那大衛就問他 那你主人的兒子在哪裏呢 其實意思就是 那麽菲波切在哪裏呢 那你便來了 你親自來了 那麽菲波切在哪裏呢 西巴的回答就很特別了 第三節後面那裏 那裏 西巴回答王說 他迎在耶路撒冷 因他說 以色列人今日必將我付的國歸還給我 這個是西巴所說的 就說 麽菲波切留在耶路撒冷 他沒有出來 沒有來迎接你 沒有來給你一些東西 表示他的忠誠 那樣東西 他還在耶路撒冷 因為他說 今天以色列人必將我付的國歸還給我 你覺得這句話是真還是假的呢 美菲波切是否真的會這樣想呢 事實上是沒有可能的 為什麽沒有可能呢 第一 現在叛亂要拿國家的人 是鴨沙龍 不是第二個 鴨沙龍是大衛家的人 他怎麽會將 他發這麽大的氣力 這樣來對抗大衛 就是要奪取這個王朝 謀朝散衛 但謀朝散衛之後 這麽辛苦 付這麽大的代價 拿回來的王朝 會送給蘇羅家 如果會這樣做 那個就不是鴨沙龍 所以這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 第二 你再想想 就算是送給蘇羅家 都不會是米菲波切 米菲波切根本是行動不變 就是要逼了兩隻腳 那誰會將王位送給他呢 將王位送給他的時候 其他的以色列人 又會甘心順 服在這個行動不變的人下面嗎 行動不變都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米菲波切根本沒有政績 他是一個政治素人 誰認識他 沒有人理過他 所以這番說話其實是很矛盾 這番說話其實是非常不可信 所以今天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普通人 一聽這句話 都覺得有點淒落 這個說法說不通 怎麼想都想不通 但問題就是大衛為何看不到這一點呢 大衛為何會好像很受諾這個說法 因為大衛的回答是什麼 黃隊洗鮑說 凡屬米菲波切都歸你了 大衛就沒有花時間細心去想等等 隨口就說 好了 米菲波切的全部都屬於你了 這樣就了了這件事 洗鮑當然是扣謝黃恩 謝主龍恩 本小利大 這次賺到盡了 拿少許出來 然後就拿了他主人家所有的東西 這件生意真的做得過 事情就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 為何大衛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都看得出 這個時候的大衛心裏非常煩亂 在他心裏面 其實米菲波切這件事 真是芝麻綠豆的小事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心力去深究去處理 他心裏面其實最煩擾他的就是 那現在阿沙龍怎樣呢 應該怎樣去處理 應該怎樣去面對這個阿沙龍呢 這個才是黃心裏面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其實在這個時候的大衛 心裏面是煩亂非常 所以他才會做那個決定 完全不像心裏精明的大衛 所以我覺得聖經 將這一段記錄下來的時候 一方面就是讓我們透過這一段 可以看到大衛現在的心情 在這個煩亂當中 在這個煎熬的裏面 但當然另外一方面也埋下了一個復筆 因為這個故事再發展下去的時候 真的隱藏的事情沒有不避顯露的時候 這個洗巴雖然行這個世界的智慧 但是呢 將來其實神都會將他的這些事情來曝光 那對我們今天的提醒是什麼呢 就是真的 因為若要人不知而 就除非己莫為 所以我們要跟隨神 我們就要正正直直 光光明明地跟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這些小手段 這些小聰明呢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在神的面前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赤露闖開的 其實洗巴雖所做的方法 所用的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世界的方式 所以其實洗巴雖是一個世界仔 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它把握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就是用一點點的甜頭呢 來奪大衛的心 這個表面上看 這一宗生意很成功 但是事實上 其實在神的面前呢 都是真的斜露闖開的 沒有什麼值得我們這樣去效法 這個對我們都是一個提醒 好 我們看下一個大段落下 5到14節 大衛王到了巴烏林 有一個人出來 是蘇羅族姬拉的兒子 名叫師妹 他一面奏罵 又拿石頭砍大衛王和王的神博 眾問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師妹奏罵說 你這流人血的壞人啊 去吧 去吧 你流蘇羅全家的血 接觸他作王 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身上 將這國交給你兒子阿薩龍 現在你自取其和 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 洗女下的兒子 亞比西對王說 這死狗豈可就罵我主我王呢 求你用我過去 各下他的頭來 王說 洗女下的兒子 我與你們有何關懾呢 他就罵 是因爺和華吩咐他說 你要就罵大衛 如此 誰敢說 你為什麼這樣行呢 大衛又對亞比西和眾神捕說 我親生兒子 尚且尋索我的聖命 何況這變雅敏人啊 由他就罵吧 因為這是 耶和華吩咐他的 或者耶和華建我遭難 為我今天被人 這人就罵 就私恩與我 於是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往前行走 是每在大衛對面的山坡 一面走一面就罵 又拿石頭砍他 拿土揚他 王和跟隨他的眾人 疲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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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地方 就在哪裏 血色血色 這一段就是師妹 就罵大衛 大衛呢 就是越過了這個 橄欖山 和這個西伯分手之後呢 就繼續往東 向這個東方一路走 他的目的地呢 就是去到這個若旦河邊 耶利哥的附近 大衛呢 去到這個 胡巴林 就有一個人出來 這個人呢 是蘇羅族 姬拉的兒子 名叫師妹 他一邊走 就一邊奏罵 這個人呢 就一路在那裏 就是去奏了這個大衛 又拿石頭砍大衛 拿石頭砍大衛的意思 就是向大衛丟石頭 拿石頭 丟大衛和他的神博 中文和勇士呢 都在王的左右 其實這個人都幾大膽的 是不是 因為大衛自己本身已經是一個戰士 他身邊又有這些高手 他的御林軍 那六百人都在他身邊 雖然那六百人應該是在大衛的前頭護送 他的妻兒先走 他身邊就算沒有齊足數的六百 我想百多人都有吧 再加上他的神博等等 所以呢 這個人夠膽地去奏石頭 又奏罵 其實是很不尋常的 是嗎 單人匹馬 其實 怎麼說呢 就是 師妹的動作 簡單來說 其實都幾抓屎的 就是這樣去對待 然後呢 他的奏罵就說什麼 他說 你這流人血的壞人 去罷去罷 去罷去罷 就是比較文雅的說法 其實這個去罷去罷的意思就是 快點爛 快點爛 滾 滾 用普通話去罷 罷他是流人血的壞人 這句話 你覺得 如果大衛聽到心裡會有什麼感覺呢 流人血的壞人 這個竟然就是人對大衛的一個稱呼 大衛一生都沒有想過這個稱呼會落在自己的頭上 但是他又不能駁嘴呢 他又真的不能駁嘴 為什麼呢 他的確是流人血 還是流一個異人烏尼亞的血 所以 如果這樣跟烏尼亞一起站起來的時候 他的確是一個壞人來的 是嗎 借刀殺人 搶人老婆 這些說話 這些罪名 你就算放在任何一個年代 即使是今天 都夠坐牢坐到傻了 所以他根本不能駁嘴 他就是一個流人血的壞人 他說 你快點滾 快點滾 但是呢 師妹說的 又是不是完全都是真確確立的呢 第八字 他說 你流蘇羅全家的血 接觸哈作和 遙和把這罪歸在你身上 將這角交給你兒子 鴨沙龍 後面這句又不對了 因為 其實大衛沒有流過蘇羅家的血 大衛流的是敵人的血 他唯一一個流過無辜人的血 就是烏尼亞 烏尼亞不是蘇羅家的人 所以這一個的師妹 其實都有點亂來的 他將一些東西 就扣在一起 自己呢 就 思想混亂 邏輯混亂 就 就 將 這些的罪名 就 一堆雷 總之就扣在大衛的身上 其實我想他也是發洩一件事 就是 本來他是蘇羅家的人 他應該是王族來的 這個 這個王朝更替之下 蘇羅家就滅亡 就是 往日的風光不在 他就把這一筆帳 全部寄到大衛的頭上 其實說真的 是大衛使得蘇羅家這樣滅亡 其實不是的 蘇羅家的滅亡 是蘇羅自取其 就是自己拿來的 是神的審判 所以 師妹其實搞錯了 他也搞錯對手 不過 他說的話又錯不完 流人血這一單 大衛也是啞口無言的 所以 師妹就說 現在你自取其禍了 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 他每次把流人血的人 一拿出來的時候 大衛就不能拼罪 如果他只是說 你當日這樣去殘害蘇羅家 所以你今天 活該你有今天 我想大衛想也不用想 考慮也不用考慮 就叫人掠著他 亂說 24 但是 當他每次都拿出 最黃牌的一句 你一流人血的人 大衛就 他就要吞快下肚子 怎麼拼罪呢 不能拼罪 但是 他不停地 就罵就罵 又找石頭 扔大衛 大衛身邊的人 都頂不住了 洗腦的兒子 亞比西就跟我 他說這個死狗 怎麼可以這樣 就罵我主我王呢 你給我過去 砍了他的頭 其實這個位置都頂特別的 因為大衛沒有阻止這個姊妹 他也沒有容許這個 這個阿比西去砍了他的頭 沒有阻止這個姊妹 他也沒有容許這個 這個 這個阿比西 他真的砍了他的頭 其實大衛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大衛沒有 沒有阻止 其實對大衛來說 怎麼說呢 其實對大衛來說 都頂不利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是很落爛了 又要棄成了 棄成的時候 他身邊可幸的 還有一群忠心的人 一邊跟著他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姊妹在這裏 不停地吵架 不停地丟石頭 其實都頂影響心情 又影響士氣 跟著大衛的人 一邊聽這些奏罵 被他罵到頭哭哭 究竟現在是甚麼事 在這個時候 那個士氣都很重要 士氣本來都已經低落 現在再被他搞 士氣低落 又加上煩擾 插水 這個是很煩擾的一件事 大衛選擇 由得他 由得他罵 甚至當阿比西提出 他說我幫你指著這個煩擾的聲音 好像一隻烏鷹 用烏鷹拍死他 這樣就不用吵了 但是呢 大衛王就說 我與你們有甚麼關係呢 他奏罵是因耶穫阿吩咐他說 所以在大衛的眼中 他覺得這個奏罵是耶穫阿吩咐他的 為甚麼叫耶穫阿吩咐他呢 神是否會吩咐一個人去奏罵人呢 其實是不會的 但為甚麼大衛會看成耶穫阿吩咐他的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 神沒有阻止這件事 如果 這個人這樣欲罵大衛 其實神可以保護大衛 讓這個欲罵根本就不會發生 但是呢 神沒有阻止 即是神默許 神默許是因為 大衛的確是有罪 他的確是流了無辜人的血 所以呢 這個奏罵呢 臨到大衛的時候呢 耶穫說沒有出手阻止 既然耶穫說沒有出手阻止的話 就等同好似耶穫咐一樣 雖然神沒有吩咐他奏罵 但是神真是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沒有保護起大衛 所以這些事情呢 臨到 所以大衛呢 又跟這個阿比西 跟他的眾神僕說 我親生的兒子尚且沉索我的生命 何況這個變眼蜜人呢 連我的親生兒子都可以這樣對我了 那麼這個變眼蜜人又算是甚麼呢 所以其實你看到 在大衛的心裏面呢 最讓他辛苦 最讓他過不去的 就是他自己的兒子 起來對他所作出的攻擊 所以師妹的奏罵相對來說的話 根本大衛就覺得算是甚麼呢 師妹的愛人的奏罵 根本就不會放在心裏面 但是呢 他自己的兒子的半變呢 其實 真的 等於是在他心裏面 插了一把刀一樣 這個才是他最痛 這個時候呢 也是大衛最辛苦的 的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 當師妹這樣奏罵他的時候呢 所以大衛就說 因為是姚華吩咐他的 第二次就說 是因為姚華吩咐他的 是神容許的 但是呢 他立刻就傳念 他說 或者姚華見我遭難 為我今日被這人奏罵 就施恩於我 所以呢 你看不看到 大衛到現在 他的看法都是一樣 萬事都在神的手中 今天我所遭遇的這一切禍患 如果不是神允許的話呢 是不會發生的 如果不是神允許的話 真是一條頭髮都不會落在地上 既然是神允許的 這樣無話可说 所以 隨得他 不要阻止他 他要罵就隨得他罵 但是呢 這個的的 師妹罵一下罵起來罵得出界 罵一下罵起來 即是將不關大衛的事情 都堆到他的頭上 即將素羅家所遇的事情 都怪罪在大衛身上 那麼這件事根本真是不是大衛 所以呢 大衛突然間有個另外一個想法 他罵到出界,他罵到離譜的話,就有得他罵了,甚至去到一個地步,可能神見到這個人罵,即是怎樣說呢? 神沒有阻止,就說,好,這個大衛也是該罵的,他流人血,那你罵他,罵醒他,其實這個也是對大衛是一個好處來的, 真是,他是該受責備的,罵醒他是一件好事來的,不過你罵一罵,罵到加鹽加醋,罵到過了龍,是不是? 你有沒有試過,我們用一個例子,如果你有兩個小朋友在家,其中一個做錯了,你就跟另外一個說, 你去,譬如,哥哥,你去教訓一下這個弟弟,代替爸爸,這個哥哥就去了, 本來拿著這個爸爸的領牌,去教訓這個弟弟那個,教訓一下,教訓一下,越來越離譜, 好喔,即是將一些,變成是發洩他自己的情緒,接著還要加鹽加醋這樣, 這樣爸爸看都會怎樣呢?可能爸爸就會跟哥哥說, 喂,我叫你教訓一下弟弟是講這一件事嘛,你講講講講到出界, 你講講講到離譜,接著還要將其他的東西這樣談到在他身上, 那你就會,可能到最後就不是收你小那個,就是收你大那個,對不對? 你幹嘛拿著雞毛當令字,公佈私仇,亂來,發洩情緒,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其實代替就在這裡說,有了他罵,他罵得越來越離譜的時候, 說不定反過來,神反而可憐我,覺得向我施恩, 其實代替所看見的就是,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在神的手中, 只要神向他施恩,什麼都搞得怎樣, 所以,他罵就有了他罵,他罵到離譜,過了火位都不要緊, 希望我受這一點點的苦,反而引動了神的憐憫, 其實這個都是一份的謙卑,所以我們見到,其實大衛重新, 在這個艱難煎熬當中,他重新回到他的謙卑裡面, 他重新回去,信復在神下面的這個狀態, 其實這個狀態,也是他可以重新再起來,再領受恩典的那個關鍵, 所以第二次會,今天給我們提醒,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生命裡面,有沒有這一份的謙卑? 在我們心煩意亂的時候,在我們所有的東西都不順利的時候, 其實,我們翻身唯一的本錢,就是返回去返回信復裡面, 如果我們不能夠返回返回信復神裡面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翻身,其實我們越艱難的時候, 我們越要信復神,大衛沒有去抱怨, 在這個師妹奏罵他的時候,其實大衛都可以向神自己去身邊, 這個人把蘇羅加的象算在我的頭上, 我根本都沒有下手害過蘇羅加,我一直都是恩代蘇羅加, 到最後剩下米菲波茲,我還是恩代他的, 這筆象怎麼可能算在我的頭上呢? 其實他都可以申辯,他都可以拼罪的,但是他沒有, 他選擇在神的面前獻卑,將這一切都交給神, 神要施恩就施恩,神要審判就審判, 誰應該是怎樣,所以他沒有心懷不平,就將他交給神, 今天我們在職場裡面,今天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可能都會遇到這些心懷不平的事情, 但是我們是怎樣去反應呢? 其實我們應該將他交給神, 我們就不需要自己在心裡面, 插著插著, 常常被這些東西牽動, 大衛就是這樣, 將那個主權重新交給神, 對方呢,就繼續肆無忌憚, 繼續的, 一路走,一路鬧, 接著又拿石頭扔大衛, 又拿些塵土, 灑向他們, 搞到這個王和跟隨他的眾人,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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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一個地方, 在那裏歇息歇息,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到, 大衛和他整個團隊其實是很可憐的, 又棄成又出走, 而且屁屁屁屁屁屁, 士氣又低落, 走到體力又不計, 就是辛辛苦苦的, 這個就是當時他的光景, 好,我們再看回阿薩龍那邊又怎樣呢, 十五到二十三節, 阿薩龍和以色列眾人來到耶路撒冷, 阿希多佛也與他同來, 大衛的朋友阿基人沃西去見, 阿薩龍對他說, 怨王萬歲,怨王萬歲, 阿薩龍問沃西說, 這是你恩代朋友嗎? 為什麼不與你的朋友同去呢? 沃西對阿薩龍說, 不言, 要華和者民並以色列眾人所揀算的, 我必歸順他, 與他同住, 再者, 我當服侍誰呢? 豈不是前皇的兒子嗎? 我怎樣服侍你父親, 也必怎樣服侍你。 阿薩龍對阿希多佛說, 你們出個主意, 我們怎樣行才好? 阿希多佛對阿薩龍說, 你父親所留下看守宮殿的妃嬤, 你可以遇他們親近。 以色列眾人聽見你父親恨恨恨你, 凡歸順你, 凡歸順你人的手就更堅強。 於是, 人為阿薩龍在宮殿的平頂上, 支搭帳。 阿薩龍在以色列眾人眼前, 與他父親的妃嬤親近。 那時阿希多佛所出的主意, 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 哈昔日給大衛, 今日給阿薩龍所出的主意, 都是這樣。 鏡頭一轉, 回到阿薩龍那邊。 大衛就頭哒哒地棄城出走。 這一邊呢, 阿薩龍就指高氣揚地進入耶路撒冷, 來到大衛城。 所以呢, 阿希多佛都跟他一起去。 這個的烏西就去見阿薩龍, 就跟他說, 冤枉萬歲, 冤枉萬歲。 其實阿薩龍都覺得奇怪, 烏西被稱為大衛的朋友, 為何會走來歸順自己呢? 所以他都忍不住問, 你是這樣對朋友嗎? 為何不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呢? 當然這個朋友所指的就是大衛。 不過, 沐西就跟阿薩龍說, 他說, 不然, 耶路撒和這文, 並以色列眾人所揀選的, 我必歸順他, 遇他同住。 嘩, 這一句說話呢, 就入到這個阿薩龍的心裏面。 阿薩龍最喜歡聽的就是這番說話。 這番說話呢, 就正宗他的, 他的, 正宗夏華。 就是, 耶路撒和文, 以色列眾人所揀選的, 即是, 以色列眾人所揀選的, 以色列眾人所揀選的, 即是, 以色列眾人所揀選的, 現在天下的民心都歸向你了, 我當然是跟著你了, 我當然是跟著你了, 是不是? 你不是一個普通人, 你是以色列眾人都揀選的, 所以, 所以, 這個阿薩龍也聽了, 就覺得, 這個一定是我之前那些的, 選舉工程, 形象工程, 收買人心的時候, 他都可能的心都歸向我了, 所以, 他就對這個護膝, 放下了戒心, 因為, 他說的話, 真的很適合他聽, 聽得很舒服, 所以, 我就與你同在, 再者, 再講, 他說, 我應該要服侍誰呢? 豈不是前皇的兒子嗎? 前皇的兒子, 即是, 他已經當大衛是前皇了, 其實意思就是, 遲早都是服侍你的啦, 大衛遲早, 即是, 都會有離開的一日, 王衛遲早都是你的啦, 所以, 只不過是早了一點而已, 我現在服侍你, 我怎樣服侍你的父親, 也都必須照樣的服侍你, 所以, 阿薩龍的聽, 就覺得, 嗯, 舒服, 所以, 就很受諾, 接納了這個護膝, 就把護膝留在自己身邊, 然後, 阿薩龍就問這個阿喜多夫, 出的主意, 現在應該做什麼好呢? 剛剛進入這個耶路撒冷, 第一件事要做些什麼呢? 其實, 當然他所問的就是, 他可以怎樣才可以鞏固到, 他的地位, 鞏固到他的王權, 這個阿喜多夫, 就出了一條, 非常之獨的獨計, 不單止獨, 這個計策, 獨得來,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 就是完全, 完全違反了神所有的律例典章, 這個計謀, 也都讓這個, 阿薩龍和大衛之間的關係, 去到一個不可回頭的地步, 所以呢, 這個阿喜多夫就說, 你爸爸留下了十個妃嬪, 在那裡看守這個宮殿, 你就和這些妃嬪親近, 他給了一個理由出來, 他說呢,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凡是歸信你的人, 就更加的堅強, 因為他們就會聽見, 你的父親呢, 憎護你, 就是說呢, 阿薩龍, 你要做一件事, 激怒你爸爸, 激怒你爸爸, 激怒你爸爸的, 激怒到一個地步, 你父子是世成水火, 永遠回不了頭, 即是呢, 要將你們的關係, 徹底的去斷裂, 斷裂到一個地步, 不單止做不成父子, 還是仇人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做的時候, 就讓跟隨你的人, 沒有回頭路可以走, 即所有的人就變成了, 和你一起的同謀, 這個同謀, 就是讓大家都沒有回頭路走, 所以跟隨你的人, 沒有回頭路再走, 因為他們都得罪了大衛, 沒有回頭路走的時候, 你的國衛, 你的皇衛就堅定了, 大家都只能夠向一個方向走, 就是一定要剷除大衛, 要不然大衛回來復仇, 大家都一起抱著死, 所以呢, 這條計策就是這樣, 要讓你的手下跟你一起, 抱著一起, 成為大衛的對頭人, 這就是他的讀計背後的邏輯, 所以這個讀計其實是非常毒的, 而且, 為什麼會, 當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變了, 所以你看到, 真的很奇怪, 然後他們就在皇宮的屏頂上, 搭一個帳牌, 即是要將這件事公開, 在眾人的面前這樣做, 那他公開的時候, 其實就是製造一個, 一個的情境就是, 沒有人阻止這件事, 沒有人阻止這件事, 即是所有人都一起參與, 所以就是要讓這件事, 成為一個公開, 所有人都參與的事情, 讓這件事, 這樣跟大衛這樣來對立, 這樣就是全城的人, 都好像有份一樣, 全城的人都參與其中, 沒有一個人說不, 沒有一個人阻止, 這樣就變成, 將全城的人, 都跟大衛成為一個對立的關係, 這個就是, 阿希多佛所出的這個主意, 所以他不單止, 意思不單止是, 讓這個的, 鴨沙囊和大衛的妃嬪親近, 而且還要公開地, 在日光之下來做這件事, 當然, 當這件事, 他們一做下去的時候, 其實, 正正就是當初, 宣判給大衛那個的審判, 神說, 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情, 神要在日光之下報應, 所以, 竟然, 這件事, 真是在日光之下, 去這樣做出來, 這兩父子, 去到這樣的地步, 再回不了頭, 他們的關係, 真是, 真是, 好像是, 永遠都沒有辦法收復, 一樣, 讓這個的, 鴨沙龍, 和大衛之間, 徹底的決裂, 亦都讓跟隨鴨沙龍的人, 自己心裏的感覺, 這次回不了頭, 怎樣都要再走下去, 一定要支持著鴨沙龍, 繼續下去, 否則的話, 大衛秋後算賬, 誰受得住, 所以, 這個阿希多芬, 所出的這句, 這句, 的計策, 是非常之可怕的, 23節, 特別, 聖經加了一句註腳, 他說, 哪時, 阿希多芬所出的主意, 好象人問神的話一樣, 他失日給大衛, 今日給阿沙龍所出的主意, 都是這樣, 這個阿希多芬是非常之厲害, 你問他一些什麼, 他給的答案, 好像神講的一樣, 神準, 非常之厲害, 沒有一句說話, 好像落空一樣, 這個就是阿希多芬, 這個也是, 為什麼大衛一聽到阿希多芬, 歸上去阿沙龍那邊的時候, 大衛當時, 非常擔心, 甚至祈禱他, 神, 你敗壞他的計策, 因為天下之間, 只有神可以敗為阿希多芬的計謀, 他的計謀是非常得人驚, 真是神準, 而這個人, 今天就出一個這樣的, 最毒的主意, 給阿沙龍, 而阿沙龍照做, 所以其實, 但是這個阿希多芬, 其實也是一個很黑暗的人, 因為你看看他所出的東西, 他所出的主意, 全部都是違反神的律例電章, 這個暗黑的人物, 為什麼會這樣起來呢? 其實就是因為, 大衛那個破口, 最打開了道門, 讓阿希多芬進入了大衛家, 造成今天的決裂當中, 所以今天對我們的提醒, 我們都要小心, 我們身邊的人, 給我們出的主意, 究竟是不是屬於神? 還有, 在我們生命裏面, 如果有破口的話, 要快快地堵住, 否則的話, 撒旦就會從這個破口進入, 以至到事情發展到更加的難以收拾,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走在光明的裏面, Amen 好, 兄姐妹, 中秋節快樂, 住棚節快樂, 但大家要記住, 今天不是假期, 記得上班, 不過應該有得放早的,感恩, 好, 我們一起敬拜, 你有沒有見過靚仔? 靚爆鏡像鴨沙龍, 他點子不夠腹肌, 由頭遠味到腳趾尾, 你有沒有見過靚仔? 你有沒有見過靚仔? 靚爆鏡像鴨沙龍, 連牧師三個, Sorry 他點子不夠腹肌, 由頭遠味到腳趾尾, 天子嬌子萬人驚揚,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不聽真理自我膨脹, 本人益神烏理嘆道。 天子嬌子萬人驚揚,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不聽真理自我膨脹, 本人益神烏理嘆道。 天子嬌子萬人格小 airplanes, 本人益神烏理倫也不著大神HH龍, 光頭痛蛇小 rain字嬌熬老的蟹iteit, 周城不錯ちゃ一test? 人格 Hill, 或小閉天群香港 Dude, 哪看見過靚仔風, 這irstyinda神父 Incred Cloud, 冠島風魔輿周知 weiß windkill XD 可以吧? 明明 Нам Lotta 應該叫了最邪 ihm 操蛇的這樣 music 圍 seres十三年的風格 不可離棄 你母親的法則 因為 正要作你 頭上真冠冕 也作你 航上的今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放下 不會逢第一段我們應該 繼續打個拍子給他 Amen 感謝主 針言裏面 一章七八九字就是講到 驚威耶和華 是知識的害端 認識至聖者 便是聰明 第八 第九節 可疑 要聽你父親的憤悔 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因為 正要作你 頭上的冠冕 也作你 項上的金鏈 願主幫助我們 不要重蹈 鴨沙龍的覆設 神給這麼多恩典 神給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多祝福我們 我們真的 應該越快地去親近祂 榮耀祂 而不是按著自己的情慾 你都可以敗壞 你都可以損害神國的名譽 Amen 你有沒有見過靚仔 靚爆鏡像鴨沙龍 他點字不夠福記 從頭緣尾到腳趾尾 再來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見過靚仔 靚爆鏡像鴨沙龍 他點字不夠福記 從頭緣尾到腳趾尾 天字叫字萬人驚揚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不聽真理自我彭唱 呼人亦神呼你彈道 我已要聽你父親的憤悔 不可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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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親的法則 不可離棄 只要作你 頭上真冠面 也作你 航上的今年 我已 要聽你 父親的憤悔 不可離棄 你母親的法則 因為 這要作你 頭上真冠面 也作你 航上的今年 我已 我已 要聽你 父親的憤悔 不可離棄 你母親的法則 因為 這要作你 頭上真冠面 也作你 也作你 航上的今年 也作你 我已 要聽你 父親的憤悔 不可離棄 你母親的法則 我已 我已 這要作你 頭上真冠面 也作你 航上的今年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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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西造 莫斯托父 令你心 擔憂 此 祭 你 從十幾年 從十幾年 跪到你 根次 願 你 接難 天 大 你 手 你 去 你 你 為何 你 不怕時光不會停留 人生轉世轉世 原珍惜光陰不再歲緣疏痛 明天挑戰頑強 全心聽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全為你走過 為何忘掉那日 立志你跟前奉獻一生 為何流落世俗 忘思託伏 令你心擔憂之際 從十合信念 跪到你跟前 願你接下 輕寒 令你勢力 情願撇下 為我主奔跑時光不會停留 人生轉世轉世 原珍惜光陰不再歲緣疏痛 明天挑戰頑強 全心聽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全為你走過 時光不會停留 時光不會停留 人生轉世轉世 原珍惜光陰不再歲緣疏痛 明天挑戰頑強 全心聽你任用 全心聽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全為你走過 時光不會停留 人生轉世轉世 人生轉世轉世 原珍惜光陰不再歲緣疏痛 明天挑戰頑強 明天挑戰頑強 全心聽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全為你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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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這個是我們每一個的討過 主啊我們願我們奉獻我們的一生 主啊我們願意用我們的一生為你而活 主啊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 都是你所賞賜的 我們今天眼前所擁有的 都是神你所白白給你 我們每一個的恩典 好妹弟兄姊妹 我們就在今天的早上 我們將這一份莫大的恩典 用我們的讚美 用我們的感恩來歸給我們的神 歸給我們的天父爸爸 讓我們用感恩來開展 我們在今天 朱鵬中秋的裡面 我們將感恩歸給我們的神 今天 五十五年 一日快樂 那天 往來 平日快樂 那天 五十五年 最終有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你让我们每一年 都可以来到去过 你为我们而设的赎罪日 你让我们都可以在你的里面 得以涂抹 我们每一个的过犯 来到在你的面前 沉鸣的时候 主啊你都让我们 可以有一个回转的机会 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是极大的恩典 主啊当我们要进入 在祝鸣里面的时候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愿意 降下 与我们每一个来同住 主啊 我们渴望你 我们渴望在这个祝鸣节里面 经历你更大更大的恩典 主啊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当今天来到 在祝鸣在他的里面 他那份的 自义 他那份的自大 甚至 大到 目中无人 他将自己 放在一个高位 甚至 他没有一刻 想过要来到寻求神 当他 当他 要 要 要 来问主意了 他要真是 尋求意见的时候 阿沙龙的选择 是问阿希多佛 你们出个主意 我们怎样行才好 当他听到 阿希多佛 给的主意 要让他 跟父所留下的宫殿的飞笨 跟他亲近 这一刻的阿沙龙 并没有半点的怀疑 也没有半点的却步 他听了这份的残言 甚至 他当真的 在宫里面 来走这一件事 我们见到阿沙龙 他将他的情欲 放大 信从他的肉体 甚至 到最终 损害了神国的 这一个声语 今天我们 可不可以藉着阿沙龙 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在信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同样 很容易将我们 所拥有的 所得的 都将那份的 归给我们自己的功劳呢 甚至 跟阿沙龙一样 信景的时候 我们将神 摆到去 已经不知道 去到哪里了 要寻求意见 要走每一步 我们只是用世界的方法 我们每一刻 想过 要来寻求 神的意见 可不可以更深地思想我们 在我们过往 信景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和阿沙龙都一样 如果这一刻 圣灵同样光照你 我们同样都有这一份 和阿沙龙一样 信景的时候 忘记神 好吗 我们这一刻 同声的开口 和我们的神说 告诉我们的神 对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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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當我們今天看這一張的時候 我們覺得阿沙龍 做的事很偏離你 我們好像一個旁觀仔去笑阿沙龍 但是反觀我們的生命 主要我們都可能跟阿沙龍沒有分別 沒有兩樣 當我們進入順境的時候 主要我們同樣的都忘記你 甚至將我們守所得的 我們都歸給我們自己 我們覺得是我們自己的努力而得利的 我們卻忘記將一份的感恩歸給你 主啊這份是我們每一個的圓若 主啊求你派聖靈來幫助我們 讓聖靈時常的提醒我們 讓聖靈加入在我們的裡面 打開我們的熟靈眼睛 拿走我們裡面那份的情慾 拿走我們那份的 順從肉體的眼眶 主要求你建立我們 建立我們 讓我們的眼光定征在你的身上 讓我們看到我們守所得的 我們守所作的 只是靠神你的能力 並不是靠我們的紀力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當我們將這份圓若陳明 在你的面前的時候 主啊你讓我們走出來 讓我們的眼眶更多定征在你的身上 不是定征在地上所得到的 主啊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 當阿沙龍 在世人看上來 他好像能夠坐上皇位 取代了大衛 另一邊相 大衛再次落入一個逃亡的光景裡面 當他在路上遇上 兩個昔日蘇羅家的神埔 這個階段的大衛 他卻可以重新回到 在一份謙卑信服的裡面 大衛知道 靠他自己 他真的走不出來 甚至 他也很清楚知道 這一刻落入再次逃亡的光景 就是因為他自己有一個情慾的破口 沒有正面的來處理 當他認清神是他唯一的出路 他願意將所有的不信 所有的困難 所有的困境 將這個主權交給神 他不再用他自己的口來為自己生長 他願意 落入真的好像困境 甚至可能落入一個我們眼前覺得很大的困局 原來我們的唯一出路 只有 有欠秘下來 謙卑 以神為神 好嗎 這一刻 我們都為了我們的心 來祈禱 祈禱 在你的裡面 他尋求幫助 他不再用自己的方法 來為自己抱不平 他的眼光 他的眼光 轉向 歸去你 主 當今天我們進入在主彭節的裡面 我們知道 主你降生就是在主彭的裡面 主 你用這個主彭節 你重新的 來去建造我們每一個 重新將一份的謙卑信服 放在我們每一個的當中 好讓我們 不再是 將自己的情慾放大 不再將自己的血氣放大 而真真正正 將這一份主權 交到神你的手中 主啊 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 你幫助我們的心 更多的堅定在你的裡面 終然 眼前好像很困難 但是主啊 當你讓我們 在你的裡面建立的時候 我們眼所見的 是神你那份極大的保護 神你在每一個困難的裡面 你都有極大的祝福 臨到在我們每一個的裡面 你是那個 將就座 變為祝福的神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更深更深地在主彭的裡面 讓我們更多 定正歸向你 主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 聽我們每一個的討告 Amen 三好二記下十六章 十一十二節 大衛又對阿比西和忠神博說 我親生兒子 尚且尋索我的聖明 何況這變眼問人 由他就麻吧 因為這是 而我喊吩咐他的 或者 而我喊見我遭難 為我今天 被這人就麻 就私恩於我 或者 而我喊見我遭難 為我今天 被這人就麻 就私恩於我 或者 也會說 見我遭難 就私恩於我 這個就是大衛的心 在艱難當中 但他裡面的靈 反而 蘇醒過來 他不再走 醉的道路 他不再走 世界的路 用人的方法 他看見 神才是那個 真真正正掌權 神才是那個 能夠私恩 或者 我遭難 也會說 反而 是人 這個 就是大衛 重新回到他 謙卑的起點 重新的 再 俯復在神的主權之下 當他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 事情就開始翻轉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 都有這樣的智慧 有這樣的聰明 有這樣的體見 以致到我們的人生 在患難當中 反而患難成為我們的祝福 成為我們人生更高的一個起點 這個才是真正的謙卑 這個才是真正的蒙福 我們一起來到為自己的生命討告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將一個這樣的謙卑的生命放在我們的當中 謙卑就是讓神做神 讓人做人 主要我們站在我們應該站的位置裡面 不自我放大 不自高自大 主要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這樣來到去站對位置 以致到你的福分 你的幫助 你的平安 你的喜悅 都臨到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主我們多謝你 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命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天的神討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